胡仁在这个赛季招募到了詹姆斯,但是很多人却并不认为胡仁在下个赛季会有多么好的成绩。 毕竟在竞争结列的西部,他们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有勇士和火箭,他们在下个赛季还要面对爵士、绝军这样的队伍,还有马斯在把莱娅纳德换成的罗仔也是进一步的保存了自己的实力。 这就让胡仁在西部的竞技对手又多了一个,而且从胡仁现在的阵容来看,他们是一支很有先复的球队,但是想要他们打出自己的天赋还是很难的。 而龙多、士蒂芬森、麦基和比斯利这些球员,也都是有着明显的缺点和优点,因此对于现在的胡仁来说,他们有着让人期待的阵容。 但他们现在的阵容就跟詹姆斯在去年的骑士一样,有着让人期待的阵容,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打出真正的实力,最后这些球员也是被骑士交易了出去。 不过最近麦基接受采访的时候,谈到他们是否能够祭拜勇士的时候,在麦基看来他们是有可能去祭拜勇士的,只不过会非常的不容易。 而且在麦基看来,他们有五个全明星,四个一个就能打,那肯定非常难以防守。 在对真勇士的时候,你必须非常尊重,因为勇士就会像季后三一样,让你为每一个错误辅助代价,尤其是失误。 因此,降低失误后,加强防守绝对会增大力击败勇士的机会。 而从麦基的话里,我们可以看出,固人如果想要击败勇士的话,那么他们又应该减少自己的失,无同时增强球队的防守。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机会去击败勇士,而这些也是胡人面前建队的思想。 他们在这个休赛期,招募到了在防守段强悍的球员,也招募到一些好的组织球员,这些是詹姆斯在骑士的球队中所没有的。 因此对于胡人来说,如果詹姆斯能够保持上个赛季的巅峰,再加上这些球员如果他们能够在成规范里磨合好自己的阵容,那么他们是有机会在进入季后赛,并有机会去击败勇士的。 所以现在对于胡人来说,他们现在的阵容,基本就是他们小哥赛季的阵容了,想要有大的改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。 现在他们唯一的机会,就是磨合好自己的阵容,才会做到麦基所说的事情,才能有机会去击败勇士。